天命 非禮罪成 罚款2万元 以及楼有案底 香港电影《暗色天堂》改编知名舞台剧 由林嘉兴 张学友领衔主演 社会声望极高的牧师和女秘书彼此吸引 但碍于身份无法展开关系 一次出游热吻后 秘书却控告牧师性骚扰 牧师面临身败名利的危机 本片没有绚丽的声光特效 深入探讨道德和人性 张学友 林嘉兴精湛演技 双双入围今年香港金像奖 悬疑惊悚过片 失控谎言 改编社会真实事件 把狼女老板意外遭到割喉杀害 老板缺憾出恋情人逃亡失踪 记者以协助理清案情为由 取得独家专访的机会 更意外走出另一桩多年前草草了结的命案 本片情节紧凑 场景布置惊悚中充满美感 剧情描绘的男女关系普朔迷离 凶杀案真相究竟为何 指导人性最深处的黑暗者 你为什么要逃亡 纪录片《寻觅街拍客》曾经入围奥斯卡最佳纪录片 名叫维维安·麦尔的保姆 在1950到70年代拍摄超过10万张街头照片 却将底片伸锁在不见天日的房间里从未曝光 直到21世纪被导演在拍卖会上发现 才揭开这位神秘摄影师的面纱 也让外界一睹他传奇又耐人寻味的艺术人生 迪士尼真人动画与森林共舞 改编经典读本及动画片 毛克力从小在丛林中由狼群抚养长大 但随着年龄增长 森林霸主老虎对他起了戒心 一心排挤 他只能被迫离开 湖中惊险不断 幸好靠着黑豹和棕熊的帮忙化险为一 本片场景辽阔 动物栩栩如山跃上大一幕 带领观众来场森林冒险 庄社综合报导